民众拍下夜市满满满的人潮 排队买炸鸡的人龙看不到尾端 当归猪脚汤 鸭肉汤 米血汤 香气四溢 也是挤满许多民众排队购买 老板娘的手忙得没停过 还有民众贴文说盛况宛如逢假夜市 这里是台中大甲区日南夜市 拥有40多年历史 因为被检举使用地幕不符 慈德共管委会宣布 从112年1月1号起 无限期停业 摊犯得知消息都非常错愕 我在这边卖我天就卖 三十几年的按照仓处 我们这些摊犯 你看功能有到了 不知道要怎么办 影响了这样 一百个家庭 影响这么多人的经济收入 摊犯希望市府应该给缓冲期 或者找适合的地方作为衔接 议员也说 这几年受到疫情影响 摊犯的生意已落千丈 现在甚至连做生意的地方都没有 已经为请市府积极介入福岛 积极地在寻找七北地区 这个国有地 能够符合这个摆设夜市的一个地点 来赶快让我们这个日南夜市 能够来重新营业 市府会福岛业者寻找合适的一个土地 提出申请并协助审查 那让他们能够合法化的一个经营 市府表示会福岛找寻适合的土地 提出营业许可申请 让西北的民众有合法的消费环境 但充满在地回忆的夜市 从此消失席灯 不只当地民众觉得万席 靠摆摊 维持生计的摊犯们 这个年恐怕更不好过 华市新闻林建峰张春风 台中报导 华市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市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订阅